黑豬 好我們看到的有雪龍海南會館天后宮龍獅團 對於這頭獅蕭師傅有什麼感想呢 有沒有感覺到他的動作好像幾乎都慢了半開 有點 那可能是這個四尾的體格比較大 那麼變成那個動作會比較慢 那其實這些動作跟那個身體的柔軟度有什麼關係呢 當然你體格大的話可能就是說比較人家講比較笨重一點 OK 那麼無論是怎樣就是說 這些都是要經過一個很長的時間去訓練 時間能夠給你珍視一切 我們能夠看到比方說我們講環球健醬 他的體格也相當大 不過他也是很靈活的 同樣的這對師雖然說體格很大 如果他能夠在下方的口中去試練他呢 他的將來也就會有很靈活的動作出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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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所以基本上要學習那個基本的步伐 武士的步伐要多長的時間才能夠真正的上陣 那麼這個也要應人而異 就是說有些人他學起來就非常快 那麼可能他有他的天分 但是最重要的一個運動員 不要把天分天才當作是一個實體 無論怎樣你再強的一個隊伍 沒有經過長期的訓練 我告訴你失敗會等著你 所以那個秘訣就在於要好好的去訓練自己 對我經常講的忠正義勇之誠合理 這八德裡面的義就是恆心毅力 無論怎樣你再是天才再是好的是對 甚至你曾經奪過很多次的冠軍 你不肯去苦練 你不肯去繼續的話呢 你失敗就等著你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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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 哎呀 又跌倒了 继续上去吧 完成它 对 这个是重点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体格真是由影响到这个 獅子和獅子 因为它们两个人的体格都是重要的体格 所以影响整只獅子的动作都慢了 而且有点笨重 不过 不要紧 它总是完成这个任务 也可以说把它平时的情绪交出来